这一天,人们想起了被刘金夹克支配的舞剧 一缕看似不起眼的火苗 越过花天狂谷,越过双鱼脸 逼得最强死神不得已睁开了双眼 刘金夹克 明明身处斩破刀的大本人类 死神方却无一人感到压力 顺神夜一轻松戏耍两女 就凭这极致的速度 低营的灰猫无法近身 绽放的飞煤难以损地 春水与花天狂谷兴股玩耍 扶竹追着两个坏孩子东跑西跑 唯有受人所托 一定要救出山本老头的衣服 此时可没空玩耍 黑红的灵力在刀身游走 迅疾的月牙向着村镇斩去 感受到这边突增的灵压 死神方突然察觉到一丝不妙的照片 战斗至今 费媚二女似乎根本不是要置业一于死地 敏锐的春水问向自己的老搭档花天 所谓花天狂谷 是由长短不同的两把刀组 可两女打从一开始就没有利用这个差距进行战斗 另一边扶竹停下了脚步 面对两位孩童的戏手 赤火炮激起惊人的水中 她已然看出 两个坏孩子不过是在拖延时间 然而已然入局的医护 对这一切却茫然畏惧 如油蛇般的灵力缠绕剑身 医护带上假面的瞬间 炸裂的灵压在洞穴任何一处 均可清晰感知 灰猫顾忌重施 晚天的灰烟遮蔽视线 燃烧的火球照亮黑暗 二女此役的目的正是留下叶衣 此时三名队长全力脱身 奔赴医护战场处 他们嗅到了阴谋的味道 敌人为何会执着于医护 村正释放的灵压 根本不是要除掉医护的样子 倒更像是在引诱医护 如此推测 村正真正的目标 正是逼医护使用最强的招数 赤玄月牙恐怖的威力 让村正难以招架 叶衣的到来终究是晚了一步 张牙舞爪的灵力螺旋起舞 这便是虚化医护 能够释放的最强一击 虚化月牙天冲在村正的引导下北面方向 轰击向山老头所在的方位 两股能量一惊碰撞 瞬间刮起零子风暴 凝成的光柱从地底穿过地板直至天井 这结界源是山本防止村正夺取斩破刀而示 根本不是村正限制山本的暴龙 那村正蛊惑斩破刀的反叛死神掀起战乱 全都是为了夺取留任弱 被欺骗的两位强大百年斩破刀 顿时醒悟 然而村正周身但焚尽一切的烈焰 却让接近的家伙葬身火海 主角的智商有时真的很让人着急 就连不善动脑的八爷都发现了此间蹊跷 医护却仍是网套里钻 知晓村正不过是要利用医护 一众死神想尽办法脱身支援 唯有一人完全不将这些放在眼中 那就是耕目见八 他是最早闯入的死神 这里黑漆漆的 什么也看不见 在八千流 这边这边 不对是那边那边的指路下 八爷成功迷了路 幸好敌人失去地找上门来 天谴明王与闫灵丸强强连手拦住八爷去 敌人好生嚣张 八爷甚是欢喜 明王剑刃传来的力量重同俱山 八爷只轻飘飘一句 你差不多也该挂了 一道锐利的金芒划破空间 一刀剥后土工十岁 闫灵丸从身后拉起紫色为地 八爷霸气无双地回身一剑 要得黄野的金色剑压 一举将闫灵丸狼狈击退 看来对方并不是想要一决胜负 所谓不败就是胜利吗 八爷只道可笑 八爷告诉两人 其他人要怎么做都和自己无关 就这么会儿功夫 熊熊烈焰焰焰煤煽动 不断有巨大的声响传入八爷耳中 八爷看向身前的天谴明王 两人也该打出点大场面才应景不是吗 旋转的火焰钩锁向着剑八之躯 八爷一刀荡开 而后迅速近身 猛烈的斩机让人难以喘息 他再等 再等天谴明王拿出真正的实力 之前为了袒护炎灵丸 天谴明王无法全力作战 因此剑八立刻将其击败 整个洞窟开始颤抖 茫茫烟海中艳丽的红色灵压炸裂了出 冥王怒吼万解二子 黑色的盔甲瞬间穿戴完毕 天谴明王的身躯不断的变大 上方的大地开始崩坏 顶天立地的黑绳天谴明王 这一刻成功被激起滔天战役 名为流人弱火的 炎热系最古老顶级斩破道 究竟有多强 当村正成功夺取山本老爷子的流人弱火时 千年前的恐惧在将士魂界 炼狱火海中 数位队长及大佬只能老老实实地 听着村正接下来的发言 多么嚣张的言语 这村正究竟是什么来头 行走的历史书缓缓出声 村正是具有无钩条珠能力的斩破刀 能够侵入他人的内警 按照自己的意志操纵他人的刀刃 火焰组成的城墙将众人死死困在其中 不断有流火向着众人发起进攻 看似宽阔的空间 留给众人闪躲的余地却并无法 医护望向上方湛蓝的天空 那里会是他突围的生路 医护腾空的瞬间 烈焰开始沸腾 两道粗壮的火炎连接成桥 将耍小聪明的医护击落回阵中 叶翼剑总队长若有所思的门 开口询问道 穿戒门在现实的半空中缓缓打开 村正带着白灾与千本鹰匠明现实 还有谁能阻止他 火焰大阵中的众人仍在不断地闪溢着 既然天上行不通 那么地下祸可行 本以为这会是调生路 谁知从洞地却传来树莓烈焰飞弹 洞口被碎石封闭 夜衣不知去向 愤怒的医护咆哮挥出赤黑月牙 在火海中没能掀起一丝波澜 无论是春水的斩机 还是扶主掌心射出的雷吼炮 都无法让破解火焰牢笼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 如同刀子一刀刀划过医护的心头 见状 两位百年队长合力撕开烈焰的口 医护不做丝毫有误 奋不顾身地冲向其中 万解状态下的月牙 终于从薄弱的岩壁中脱身 医护艰难地爬起身子 即便是和三人之力 仍旧无法逃出一人 两位百年队长加挂王医护 都不能从流人若果中逃离 山本总队长将在最后揭晓了 村政早已出发多时 留给医护的时间不多了 医护虚化后全力冲向天空 他的刀刃总算能够击散土南的流 他飞速地逃离火海 原本只百米的火海灯是汹涌起来 足足八道流火向着远村的医护奔去 流人若火的凶鸣 今日医护算是真切感受到 赤红的火龙将医护团团包围 众人看着数字不清的热吸向着医护靠 随即从四面八方一股脑地在医护身前炸裂 恐怖的热流瞬间吞噬掉虚化的力量 东师郎带着冰伦丸及时赶到 在了解到现场状况后 失魂界最强兵系斩破刀 与炎热系斩破刀的较量 今日必无可避 心有愧疚的医护将尽全力阻止村政 小白与冰伦丸目光相接 冰伦丸化身的冰龙率先吸引流人若火的攻击 烈火长边将冰伦丸缠了个遍 随着冰龙仰天长效 火焰被冰化散作碎形 白茫茫的冰雪之力瞬间将火焰外围进阶冰结 看准时机的小白 立刻释放龙线架在冰地上打开一座冰晶保护通道 等待许久的医护立刻带好假面 飞身冲向冰晶之内 他在与时间赛跑 仅是散意的火焰便可造成不小的麻烦 眨眼间冰结消失的机不可见 一道黑影从炼狱火海中冲出 带着一往无前的气势跟回现实 那么现在 山本老爷子就可以专心调教掌破刀了 另一边 见巴与黑绳天浅冰王的战斗热血寒暂 巴爷狂笑着月至高空 冰王手腕向后一拉 巨大的刀刃瞬间将腰间的小人打飞开来 恐怖的力道让巴爷被砸眼皮 接着狠狠地摔到地面 巴爷笑着坐起身子 他要小丫头不用担心 足以开山断食的巨剑砸向巴爷头 大地无法承受这样的重量 一声狂笑从烟海中响彻云霄 金色的灵鸭如一道长红震飞巨剑 巴爷猛的一跃 脚掌半空再度戒链 生龙一斩将冥王的头脚斩下 这事流刃若活已然不再喧嚣 いついかなる時もわしを助けてくれた 飯を炊く時も寒い時も焼き芋を作る時も 今こそわしがお主の洗脳を解いてやろう もしかして雑用が嫌になったとかね